欢迎回到热线追踪 位在新北市共聊的卯澳渔村 海洋环境没有受污染 盛产海胆 酒孔 石花菜跟珊瑚草 不少居民到现在 还是过着传统的陶海生活 不过一起都市计划变更案 最近又俯上台面引起争议 卯澳湾的东侧被规划 要改建成游艇码头 上万人连数反对 尤其在地人很担心 游艇一进驻整个生态破坏 加上现有的古宅都可能被影响 日线追踪记者黄一杰 李世荣 透过镜头带您到美丽的卯澳渔村 看看他们现在面临到什么问题 建游艇码头 从规划的图上面 就是我们卯澳湾 整个东边的海岸 几乎是要占三分之二 奇怪的是 新北市是你受力 永续发展那个 一月又又又保护器 不知道怎么刮刮抵 又来要受力到游艇码头 这不是点冲突吗 那如果从中间这样 住个堤房来讲的话 第一个 海洋生态绝对会变 因为潮流在变 海洋生态绝对会变 因为水流动它变成死水 位于东北角的卯澳渔村 能将辽阔的海景山景 尽收盐底 当地人形容 这里是一块不受污染的世外桃源 但却因为要被规划新建游艇码头 让平静的生活瞬间被打乱 穿上潜水装备 65岁的萧文田 从小就在海边长大 他要带大家看看渔村的生活 看看卯澳湾里丰富的生态 水枝清澈 少于成群结队 伸手一抓满满的都是珊瑚草 第一趟下水就已经有了不错收获 OK 珊瑚草很多啊 这里的那个生态 跟我们小时候的时候 都差不多 只有是鱼类有比较少一点 其他的东西还有 包括海胆啊 还有那个什么热带鱼啊 还有一些浮游类的东西都有 稍微休息之后 萧文田准备进行第二趟的抓捕 这次目标是刚刚有提到的海胆还有酒控 在石缝中仔细寻找 不一会功夫上来换气的时候 手里已经拿着一个酒孔 才一小时的时间就带着满满两大盆回家 这可是从小就训练才有的好功夫 小时候那时候比较困苦的日子嘛 差不多早上背着石包去上学 中午休息到一点钟 回来吃个饭就去抓个熟花菜 然后塞在这里 可以作为我们的一切生活的那个 靠海吃海自己的学费自己赚 这片毛奥湾养育了无数传统愚蠢的孩子 他们也懂得资源要珍惜 这个是每一年的4月15号以后才可以下去抓 抓的话也要看 如果大的话我们可以抓起来 如果太小的话我们就放生 原来毛奥湾是地方政府规划的水产动物繁殖保育区 可以用钓具捕鱼但不得使用拖网 下水采集也不能使用氧气瓶等器具 居民长期配合收入跟过去比已经少了很多 现在又有开发案想进驻 他们认为这对生态对陶海人根本是赶尽杀绝 面临生活上的困难 他们有任何的补助给我们 那可以让他们在这里养老可以安老 如果他可以提出这么一个好的一个政策 那我们好好盖嘛 没关系嘛 居民组成自救会 短短一周时间 网络加实体的联署书就收到了近一万份 而这整起都市计划变更案 撑扯到的其实远远不只有游艇码头而已 还包含了贯穿社区的三条小溪流 以后都市计划它叫整个家盖 一直延伸盖 往前盖 盖到大概是到电线杆在过去 小溪清澈见底是居民小时候玩耍的地方 如果家盖变成道路 担心的不是少了一个清凉壁暑的地方 而是会渐渐影响到社区环境 如果台风连续来的话 保证百分之百会堵住 一堵住上面溪流下来 那整个毛奥就一定淹掉 原来小溪是从山上流下来 通过寒洞排到毛奥湾 如果家盖的话 最怕就是漂流木卡住运不出去 台风的时候 漂流木都会往里面冲 最远冲到 差不多这里往前50公尺的地方 那整个都是大大小小的漂流木 有的很大 有的很大 根本没有办法 都要用吊车 那你如果盖起来 吊车怎么吊 水一沿起来 会直接波及到旁边的房屋 虽然很多已经没有住人 但却有着满满回忆 这条街是我们原来的老街 就是有店铺 有商家 有壮球场 有一间小小的医疗 人手这样 73岁的潘王村 一路见证了毛奥的兴衰 对整个街道都了弱之障 多出来的这个就是防浪墙 它这个有一个墙 以前海浪打上来的时候 会翻过屋顶 翻过屋顶 所以有这个挡浪墙以后 它这个房子 即使有危险 它们大台风的时候 人会去躲 这一栋是以前老村长的房子 常年失修 杂草重生 却依旧可以看出 整个建筑物的样貌 这个石头屋的特色是这样子 它简单的讲就是墙壁比较厚 冬暖夏凉 因为夏天的话 那个太阳晒不进去 兼具自然生态跟人文的毛奥村 因为开发案 可能面临被消失的危机 外界质疑 观光局当初为何要通过审核 这个计划比管理处还要久 这个计划已经有36年以上历史了 表示说当初 管理处还没成立的时候 就已经有这个计划的一个 存在了 那后来它在二通的时候 有把它变更为游艇港 但是管理处 后来发现我们在龙洞 其实已经有了一个游艇港了 东北照管理处表示 马奥离龙洞开车大约只要30分钟 龙洞已经有游艇港 也没有到饱和状态 所以一直对开发保持反对立场 十年前在98年的时候 我们管理处曾经有跟内政部 营建署那边提案 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游艇港 把它调整 回成原本的一个规划问题 就是海域的部分 变成海域的资源保育区 那路域的部分的话 就变成成为它的一个公园用地 管理处只算执行单位 提案建议没有被采纳 最近也持续发公文给主管机关 目前内政部营建署回应 计划过去多年时空背景都不同 还会再搜集各方意见讨论调整 有这个经验就是说 101年这个计划的游艇码头 已经取消了 但是106年又提出来 又有人提出来 最近我们都一直在跟地方政府 跟官方这边陈情 那他们也愿意帮助我们 他们也看到了 所以说我们 希望他们一份公文给我们 别抓虾欧礼给我们 受不了反反复复的变更 再对居民只希望政府 能尽早取消相关的开发案 因为他们想用自己的方式 捍卫土地保护家乡 不仅要用纯净的生态吸引观光客 更要以丰富的人文保护毛傲 让家乡不用再面临被消失的危机